大家好,我是阿伯,今天呢,我们来讲个笑话 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老笑话哦 好,我们开始讲笑话吧 有一天呢,有个司机 大概已经凌晨两三点了 他再一个客人,他就可以上床睡觉了 他看到有个女生对他挥着手 然后呢,他脸色坦白,头发长得跟针子一样 然后呢,有个黑色的裙子,非常的长 司机猫了起来,但还是载他上车 然后呢,司机就问他说 呃,小姐,你要去哪里? 小姐就回首了 What's wrong? 司机就想说 蛤,谁办夜会有人去火葬场? 哇塞 他还是硬着头皮,载他上车去火葬场 突然呢,有个黑影闪过去 还好,还好只是一只野狗而已 他往后一转,发现 小姐不见了,哇塞 他说他真的不是人吗? 司机真的,真的毛了起来 有一只血淋淋的手 搭在了司机的肩膀上 并且对他说 司机大哥 你以后要紧急刹车的时候 你可以讲一声吗? 我让我鼻孔的哭了 给我紧急刹车 害我,我的,老鼻虾 谢谢,谢谢大家